好的,哈喽,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周六的夜晚,我们又再一次相见了啊,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电台与主持模块当中呢,我们的第四节课,FM调频电台新声带的夏天,来,那么在上课之前呢,我们老规矩啊,要先来测试一下设备,那么如果说大家能够听到老师的声音,并且能够看到画面的话,我们一起在 公屏区来扣一波周六快乐,好吗,那包括啊,此时此刻呢,没有时间在听直播课,是在听回放的同学呢,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回放打卡四个字,这样的话呢,老师就知道大家是已经听过我们的课程了,包括呢,在听课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老师只要看到了,就会给大家进行解答的,好吧,哎,再一次欢迎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啊,我们周六 快乐啊,在一个周六的非常开心的一个时间,我们又再一次相见了啊,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又会去学习到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不过啊,我们先不着急,我们先来去回顾一下上一节课,我们学的哪些内容,好吧,来,上一节课呢,其实我们讲的内容还是比较的多样化的,就比如说呢,我们去了解了儿童电台, 哎,哎,包括呢,哎,这种美文读物,包括,哎,汽车的,以及还有就是不同类型其他的啊,我们再去呈现到这些的时候呢,会发现啊,不同的电台可能说对应了不同的声音状态,对吧,那么今天呢,这节课呢,我们又会去围绕着哪些稿件来去进行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稿件类型,包括了历史科普类, 悬疑惊悚类啊,包括呢,健康养生类,以及情感故事类啊,老师想来提前问一问大家,你们对于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类型,哪个是最感兴趣的,可以在公平区留下你们的答案,好吗,哎,我记得啊,之前有谁说来着啊,老师啊,我特别喜欢这个悬疑惊悚的,哎,我特别喜欢播这个情感电台的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这个,哎,你们最喜欢的类型,那在今天啊, 我们前面呢,其实也说过了很多电台的类型啊,今天呢,我们又是其他的四种,那学完了今天的课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寻找一下,哎,老师之前所讲的这些稿件,你最喜欢哪个类型,包括呢,你在去播读的时候,你感觉你的声音条件,哎,最适合哪种类型,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角度来去入手,来去出发,哎,我们去慢慢的啊,去钻研一下这种单独的类型, 我们应该如何去播读,好吧,我看到了,小米说到了喜欢这种情感故事类的啊,情感故事类呢,也确实啊,是我们很多同学都喜欢的这样一个类型,那么在今天的我们,将会针对于以上啊,四种类型,来对于它进行一个深入了解,哎,我看到了啊,格格说喜欢健康养生的,哎,健康养生呢,也是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包括呢,中老年人啊, 都关心的话题,对吧,健康嘛,才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财富,对吧,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人愿意去收听这个类型的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尝试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废话也不多说了,直接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第一个类型呢,是一个历史科普类的一个讲解,那想问一问大家,你们所理解的这种历史科普类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啊? 平时啊,有没有听过这个相关的啊,历史科普类的节目,又或者说啊,老师啊,我没有听过,但是呢,我印象当中的历史节目是这个样子的,来,可以在我们公平序来去交流一下,你觉得啊,我们在这里所说到的, 历史科普节目啊,它主要是,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呢,你心里面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好吗?可以在我们公平序来去交流交流,讨论一下啊,你所理解的历史科普,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去讲一讲啊,关于历史科普类节目,它的类型都包括哪些,好吧,我看到啊,新尧说到了,感觉呢,历史科普偏向于一个讲述类的,还有其他同学有其他的答案吗? 哎,你们觉得历史科普类,我们再去呈现的时候,有哪些类型呀? 除了这种讲述的之外,还有哪些? 好啊,那其实呢,说起这个历史的这种科普啊,其实呢,它所涵盖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广的,除了我们平时所知道的啊,就比如说这种历史类的基督片这样一个性质,对吧? 哎,在公元几年几月几,这个几几年的时候呢,我们哎,什么时候啊,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除了这种之外呢,啊,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正史,对吧? 哎,除了这种正史的讲解之外呢,我们也包括了很多的,就比如说,哎,野史,以及呢,还有这种历史故事等等啊,那这些的话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当做成,哎,历史科普的类型啊,用客观的方式去进行一个陈述。 那其实呢,类型还是比较多样的,那我们再去呈现的这些类型的时候呢,应该去把握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才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对吧? 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去学习它的一个状态上的一个呈现,来,那么现在呢,老师呢,给大家找到了这样一篇小的稿件,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再去播读到历史节目的时候。 然后,我们首先啊,第一步要去了解,哎,我们整体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也说过了,我们的状态是和什么相关的,还记得吗? 我们的状态和文稿内容,还有就是我们的音乐相关,对吧? 这个是我们要去明确到的一点,也就是说啊,这几者之间,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感觉的。 来,这里能够理解吗? 也就是说啊,我们的状态是要和你文稿本身的内容,以及我们这个背景音乐,来做到一个结合。 哎,这三者之间呢,要达成一致,对吧? 就比如说呢,我们再去介绍一个比较偏向于宏大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啊,哎,只是一味的去注重啊,我们把这个文稿内容给呈现出来。 还要去注意我们的播讲状态呢,也要随着文稿内容来去调整,对吧? 然后呢,再去播读到这种文稿的时候呢,我们的音乐也要做到一个相结合。 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状态它是要和这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的。 来,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跟上老师所说到的这几点,我们一边看文稿,一边呢,感受一下老师在去给大家示范的时候,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以及音乐是如何呈现出来的。 好吧,来,那么现在呢,跟上老师的节奏,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文稿,准备啊,开始。 独在异乡,唯一课,每逢佳节,倍思亲。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来自王维。 大家好,欢迎来到传奇历史,我是CC,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王维。 武则天长安元年,蒲州的一所大宅里,所有人都在等着产房里的一生婴儿啼哭。 在这个孩子尚未降生之前,便注定了将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那个时代有五姓七甲之分,明门太原王室正是其中之一, 而他们往往只跟同等门帝的望族联姻。 出身王室的王维,母亲就是柏林崔氏。 因为母亲向佛的缘故,王维的名语字摩羯,连在一起便是维摩羯。 在佛家里有洁净,没有沉污之意,朦胧中似给他画上了人生的底色。 王维的故事还在继续,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走进王维。 好的,来,关于这个稿件啊,我们就先来示范到这儿来,同学们。 我们刚才啊,有说到过,我们在去播读到这个整体的文稿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怎样去呈现呢? 是要和状态,文稿内容以及音乐来呈现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去分析一下,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音乐啊, 你们觉得它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呀? 来,我们再来听一遍啊,我们再来浅浅的稍微的听一下。 老师这边呢,把音乐的音量开大一点,你们来仔细去听, 这个音乐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或者说它是一个偏向于什么类型, 什么风格的感觉,好吧,来,再来听一下啊。 我们再来听一下啊,我们再来听一下。 好的,我们就先浅浅的欣赏到这儿啊, 我看到了鱼儿说到了,是一个偏向于古典的,比较轻缓的感觉。 来,那么其他同学有没有别的答案呀? 我们再去听到了刚才的这段音乐的时候啊, 整体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哎,我们再去播读到历史电台的时候啊,你们来告诉我, 那我放一些偏向于现代化的元素可以吗? 就比如说啊,我这个打一段架子鼓, 然后呢,弹一段小吉他, 你们觉得这样的音乐合适吗? 哎,或者说啊,我像这个,呃, 夜店里面啊,DJ啊,在那打叠一样的效果一样,哎呦,在蹦迪的效果一样。 这个音乐是不是偏向于快节奏的音乐和它相比就不太合适了? 对吧,哎,这种音乐要看到了啊, 顺平说到了啊, 引人深思,带入感情。 所以说啊,再去呈现到音乐的时候, 整体来说啊,有年代感是吗? 整体来说,会发现啊, 它的一个形式偏向于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它营造的是一种很古典的感觉,对吧? 没有偏向于现代化的元素的啊。 我看到了,永昌说到了,小提琴为主,大提琴为辅, 哎,配以长号,有一种沧桑感啊, 这个永昌同学啊,总是这么的回答的很专业啊。 来,那我们来去总结一下, 我们再去说到的历史类的电台, 应该如何去选择音乐呢? 首先呢,第一点,我们要去明确到的一点就是, 以恢弘大气的轻音乐为主,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再去选择音乐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轻音乐, 并且呢,是偏向于恢弘大气的感觉啊, 不能去选择一些, 就比如说,动漫里面的这个配音啊, 是不太可以的,好吧,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不要去选择啊, 尽可能的不要去选择偏向于现代元素的音乐, 就比如说一些电音啊, 哎,这种是不太合适的, 哎,或者说呢,一些这种偏向于节奏化的, 电子化的这种古典, 也不太合适,对吧? 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一些古典乐器, 就比如说啊,我们的大提琴, 小提琴, 以及呢,古琴啊, 古针啊, 这些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说啊, 我选择一些,哎,特别, 呃,怎么样的音乐,对吧? 我们还是要贴合于我们文稿内容为主,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去明确的啊, 在选择音乐的时候, 应该去注意到的细节, 好吧, 那我们刚才呢, 说到了啊, 我们的音乐层面, 那其实呢, 这个是和我们策划, 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明确到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策划的时候, 除了我们本身基本的格式啊, 开场白,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正式内容, 加上一段结束语, 对吧? 这是我们在任何的类型当中的, 我们都会去呈现出来的整个稿件的类型, 那在这样一个稿件的一个整体框架下, 我们还是要去分析一下, 我们在内容的呈现上, 应该去注意到什么, 来, 想问一问大家, 你们觉得我们再去介绍一段历史故事的时候, 我的这个内容啊, 是要尽可能的完整一些, 长一些, 还是说呢, 短小一些, 精炼一些呢, 你们觉得是哪一种啊? 我们再去策划到这种历史节目的时候, 历史类型的电台的时候, 我们的内容啊, 是偏向于完整, 还是说, 哎, 我要做到一个短小精炼呢? 好, 我看到了, 雨萱说到了, 要稍微的短一些, 来, 其他同学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叶子香味说到了, 要完整, 然后呢, 顺平也说到了, 短小精炼的感觉, 来, 首先呢, 我们要去明确到一点啊, 电台的节目, 来啊, 这个呢, 我们要去说一说啊, 电台的节目, 我们要去注意到一点, 就是, 我们一档节目呢, 之前也说过了, 在十分钟左右, 为什么我们的时间, 要控制在十分钟左右呀? 是不是因为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个时间啊, 其实呢,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偏向于宝贵的啊, 留给我们这个休闲娱乐的时间, 是很少的, 那如果说啊, 我们这个花费啊, 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去, 专门了解一下王维的生平啊, 我相信大家, 肯定是没太有这个时间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所追求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个偏向于碎片化的感觉, 所以说呢, 在这种形式下, 我们再去呈现内容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我盲目的去追求啊, 我把这个故事给他介绍的特别完整, 特别完整之后, 你就会发现, 重点抓不住了, 所以说呢, 我们再去策划到这样一个电台内容的时候呢, 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去呈现出来, 顺应我们现在这个碎片化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重点给他抓住, 对吧, 我们要抓住重点啊, 抓住重点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呢, 怎样去抓住重点呢, 也就是说每一篇你给他去设置一个主题, 对吧, 那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们今天呢, 专门讲一讲王维他的这个历史, 就是他的一个家族背景, 明天呢, 讲一讲他是他出生的一个环境, 那后天呢, 再去讲一讲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对吧, 我们再去呈现到这些的时候呢, 一定要做到一点就是抓住重点, 抓住重点来对他进行表达, 每一期的节目呢, 可以给他去分个类, 我们按照这个时间线来去进行,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说呢, 再去呈现到这个电台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啊, 我一味的去追求, 我在一个节目里面把它介绍完整, 你就可以分成好几期嘛, 对吧, 分成好几期, 然后呢, 每一期设置一个主题,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去呈现到内容的时候呢, 就能够对他进行更好的一个分类了, 来同学们, 这里能够理解吗, 这个啊, 可能说啊, 大家如果说没有听过电台的话呢, 可能说会有一点抽象, 哎, 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呀, 其实呢, 也是顺应我们现在时代发展呀, 包括我们互联网环境的一个趋势, 现在呢, 其实啊, 偏向于时长比较长的节目呢, 已经是很少了, 他们的时间呢, 尽可能都都是压缩在很短的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十分钟顶天了, 十分钟最多了, 不能再超过十分钟以上了, 好吧, 这个是我们要去明确到的一点, 哎, 再去策划到历史类电台的时候呢, 哎, 应该去注意到内容的呈现上, 还是要分成好几期的, 这样的话呢, 能够抓住重点, 并且呢, 能够顺应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 让更多人愿意去听节目, 对吧, 这是第一点, 来, 那说完了这个策划层面之后呢, 我们再去说一说啊, 在整体的播读技巧上, 又应该如何去呈现, 来, 那再去播读的时候啊, 我们应该去注意到首先第一个, 声音呢, 它是一个偏向于浑厚的感觉, 对吧, 就比如说啊, 我们拿这个稿件来举例, 读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 被私钦, 来, 这个声音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呢啊, 就是呢, 我们声音啊, 往下沉, 然后呢, 做到一个气沉丹田之后呢, 我们要稍微的去把握一下, 胸腔共鸣的感觉, 来同学们, 最主要的啊, 就是找到这种胸腔共鸣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在去播读到历史电台的时候呢, 这个需要去掌握的一个方法, 或者说掌握的一个技巧, 来, 怎样去找这种感觉呢, 大家呢, 可以跟上老师的节奏啊, 我们来去这个设想一下, 那此时此刻呢, 你是一个衙门里面的这个衙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衙门外面有人喊啊, 这个击鼓鸣鸣啊, 一直在那敲大鼓, 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就在那敲鼓, 在敲鼓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 县太爷, 哎, 坐在了他的这个专属位置上, 一拍这个木头, 来, 升堂, 这个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这个工作人员, 就开始啊, 拿起那个长棍子啊, 就开始, 喂, 呜, 哎, 就是这样的感觉, 来帮助我们找到胸腔共鸣, 好吗, 来, 现在啊, 大家跟上老师的节奏啊, 我们一起来去找一找这个发微乌的时候, 我们整体胸腔共鸣的感觉, 好吧, 来准备啊, 跟上老师的节奏, 我们稍微的来去体会一下, 手可以放在我们胸腔这个位置, 来感受一下, 你在发微乌的时候, 能不能够感受到我们胸腔是有一点震动在的, 好吧, 来准备啊, 跟上老师的节奏, 我们来准备, 开始, 三, 二, 一, 走, 走, 来, 能够体会到吗, 再来感受一遍啊, 这个是我们在去呈现到这种类型电台的时候呢, 应该去掌握到的一种声音的方法, 或者说我们声音的一个技巧啊, 通过它来感受我们胸腔振动, 胸腔共鸣的感觉, 来, 能够找到的同学在我们公平区来扣一波一啊, 怎么大家现在都不说话了呀,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啊, 要找到声音偏向于浑厚一点的胸腔共鸣的感觉, 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 其实呢, 也是能够去贴合我们本身对于这种历史类的节目啊, 它的文稿内容的, 对吧, 我们都知道啊, 历史呢, 它都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感觉的, 对吧, 中华上下好几千年呢, 我们再去介绍历史的时候呢, 要体现出来这种厚重感, 那这种厚重的感觉, 对吧, 这是第一步, 哎呦, 我看到了格格呀, 包括鱼儿呀, 都说到了, 能够感受到, 对吧, 那这是第一步啊, 我们通过发威吾找到胸腔共鸣的感觉之后呢, 整体来说语速也要放慢下来, 这是第二个啊, 语速放慢, 来, 语速放慢之后, 我们再去呈现的时候呢, 哎, 就会更加的有这种韵味所在了, 如果说我全程语速快啊, 这个, 这不是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被私钦,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来自王维,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奇历史, 我是CC, 今天呢, 我为您分享的是这个王维, 对吧, 武则天长安远远, 这样的话呢, 就有点奇怪了, 因为呢, 它和我们整个文稿内容的风格不太符合, 所以说呢, 第二步也要去注意到啊, 我们要一方面语速放慢, 然后呢, 要体现出来我们的这种顿挫感, 什么叫做顿挫感呢, 就比如说我们拿这篇稿件来举例, 如果说我是这样读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被私钦, 整体来说是不是很平淡了, 感觉呢, 不是特别的合适了, 甚至来说呢, 没有这种韵味所在了, 就不太好听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想要让这个节目听起来有异扬顿挫的感觉, 有这种顿挫感, 那应该如何去呈现呢, 老师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是呢, 我们利用我们与世的一个高低起伏来对它进行呈现, 就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独在异乡, 怎么样呀, 为异客, 每逢佳节, 被私钦, 就可以通过这种与世的高低起伏, 来对它呈现, 对吧,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 来自王维, 来,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啊,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 来自王维, 诗词上扬, 然后呢, 等到了王维的时候呢, 再一下降, 就是通过这种啊, 我们本身的一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呈现方法, 来对它进行呈现, 这样的话呢, 我们整体来说, 这种一扬顿挫的感觉就有了,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一个小的方法, 或者说一个小的技巧, 那具体来说, 我们在什么时候与世上扬, 什么时候与世下降呢, 其实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理解来进行, 对吧, 就比如说, 欢迎来到传奇历史, 我是CC,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王维, 认识谁, 认识王维, 短暂的停一下, 来, 那么现在呢, 大家跟上老师的节奏啊, 我们来稍微的, 哎, 跟上老师的节奏, 跟上音乐, 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的片头部分, 来, 读完之后呢, 老师来抽一位同学, 我们来练习一下, 感受一下我们这种历史电台的感觉, 好吧, 来准备啊, 三, 二, 一, 跟上音乐, 我们来体会一下, 准备, 开始, 读在一箱, 唯一课, 每逢佳节, 背思钦,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 来自王维, 大家好, 欢迎来到传奇历史, 我是CC,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王维,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话, 我们主要呢, 还是要去感受一下, 诶, 我们再去播读到历史电台的时候呢, 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 来, 那现在呢, 我来随机的抽一位同学, 我们来去感受一下, 好吧, 如果说想要来挑战一下的, 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有一个绿色的加号, 就可以申请上卖了, 好吧, 大家呢, 也可以勇敢的来挑战一下自己, 看能不能够做到, 好吧, 来, 我看到啊, 静静要加油是第一个上卖的,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静静同学, 其他同学也是啊, 我们要勇于的挑战自己, 好吧, 来看一下静静同学, 哈喽, 同学你好, 哈喽, 没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以啊, 来, 那我现在呢, 把音乐打开, 你准备好之后随时开始, 好吧, 好的,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 被私钦,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 来自王维, 大家好, 欢迎来到历史, 传奇历史, 我是静静, 今天, 我们一起来认识王维, 好的, 来说一下问题啊, 首先呢, 你的这个声音啊, 还是没有完全的沉下去, 来, 跟上老师呢, 一起来发一下, 威呜, 威呜, 来, 手放在我们胸腔这个位置啊, 胸腔这个位置, 我们声音往下走, 威呜, 呜, 来感受一下, 好, 来, 准备,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 被私钦,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 被私钦, 好啊, 有一点脱掉了, 这个的话呢, 我们再说到这个古诗的时候呢,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 被私钦, 我们的声音呢, 是要往下沉的, 现在呢, 气息还是有点弱了, 要做到气息下沉, 然后呢, 最后一句话,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 王为, 我们要稍微的停顿一下, 来试一下最后一句话, 今天我们来一起认识, 王为, 好啊, 来, 说一下你的问题啊, 整体来说, 你的声音啊, 是偏向于一个很明亮的感觉的, 所以说呢, 再去呈现到啊, 这种偏向于我们声音往下沉呀, 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太适合, 不过呢, 也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通过练习这个历史电台呢, 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 说话中一扬顿挫的感觉的,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能够勇于表现自己已经很棒了, 那老师给你提几个小的建议, 好吗? 好的, 好的, 首先呢, 第一个建议啊, 就是我们在下去的时候呢,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练习一下我们的气息, 让气息呢, 尽可能往下走, 平时说话呢, 不要用大白嗓去说话了, 就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气息方面的控制, 好吧, 这是第一个小的意见啊, 然后呢, 第二个意见的话呢, 就是啊, 我们在说这个说话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这个脱掉的情况, 每一次呢, 想要把每个字说饱满, 但是呢, 哎, 一下子就脱掉了, 下去的时候呢, 需要去练习一下我们的吐字发音, 要注意归音到位, 这两点如果说能够改善的话呢, 我相信你在未来啊, 读稿件的时候呢, 会更进一步的,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 好,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拜拜, 拜拜, 好啊, 看到大家也是在积极踊跃的上卖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毕竟时间有限, 机会有限, 对吧, 所以说呢, 哎, 老师每一次鼓励大家上卖的时候啊, 一定要勇于展现自己啊, 不过说呢, 没有关系啊, 等一会儿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有上卖的机会的, 那刚才呢,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静静同学啊, 整体来说呢, 静静同学呢, 他的一个声音啊, 是偏向于明亮的感觉的, 所以说呢, 再去呈现到我们胸腔共鸣的时候呢, 哎, 可能说会有一点点小的吃力, 那关于历史类型的电台, 我们的声音呢, 哎, 就是更加适合于啊, 就是比如说中声区呀, 或者说呢, 中低声区的这些同学们的, 那其实呢, 男声啊, 再去读到这种历史电台的时候呢, 其实是非常适合的啊, 那包括呢, 女生也是, 如果说想要去尝试的话呢, 也是可以的, 好吧, 来, 那我们来继续往后看啊, 来, 后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正式的内容部分了, 来, 那我们来去浅浅的看一下内容部分, 好吧, 首先呢, 第一个啊, 武则天长安元年, 蒲州的一所大宅里, 所有人都在等着产房里的一生, 婴儿啼哭, 来, 我们刚才说过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做到一个语速放慢, 对吧, 语速怎么放慢呢, 不是我们所说的拖音, 而是呢, 你在该停的地方呢, 稍微的停一下, 就比如说啊, 武则天长安元年, 对吧, 武则天长安元年, 然后呢, 于是呢, 要上走啊, 蒲州的一所大宅里, 所有人, 怎么样呀, 都在等着产房里的一生, 婴儿啼哭, 在这个孩子尚未降生之前, 便注定了将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对吧, 便注定了将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我们整体来说啊, 在停的地方呢, 我们虽然说要停, 但是呢, 也不能完全的停啊, 武则天长安元年, 而是呢, 要做到声断气不断, 对吧, 武则天长安元年, 蒲州的一所大宅里, 所有人都在等着产房里的一生, 婴儿啼哭, 在我们画到这个停顿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做到一个, 连接起来的处理啊,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停连停连, 对吧, 来, 那包括呢, 等到了下面的时候啊, 那个时代有五姓七家之分, 五姓七家, 我们在这个引号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重音的强调了, 名门太原王室正是其中之一, 而他们往往只跟同等门帝的望族联姻, 那出身王室的王伟母亲就是柏灵崔氏, 母亲就是柏灵崔氏, 对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第三段话, 那包括呢, 等到了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说啊, 因为母亲向佛的缘故, 那王伟的名语字摩羯, 连在一起呢, 便是唯摩羯, 在佛家里有洁净, 没有沉污之意, 那朦胧中呢, 似给他画上了人生的底色啊, 该停的地方呢, 我们要做到一个停顿啊, 那等到了后面的时候啊, 王伟的故事还在继续,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走进王伟, 好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再去播读到历史电台的时候呢, 需要去注意到呢, 我们停连的运用呀, 众音的运用呢, 要做到位了, 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 再来跟上老师的节奏呢, 我们再去完整的表达一下这段话, 来, 读完之后呢, 我们同样啊, 再来抽两位同学, 我们来分段来进行挑战, 好吧, 来, 现在呢, 跟上老师的节奏啊, 我们先来读一下, 读完之后, 我们来抽两位同学来挑战, 好吧, 来, 准备啊, 好, 三, 二, 一, 开始, 读在一箱, 唯一课, 每逢佳节, 被思亲, 非常熟悉的一句诗词, 来自王伟, 大家好, 欢迎来到传奇历史, 我是CC,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 王为, 武则天长安元年, 蒲州的一所大宅里, 所有人都在等着产房里的一生, 婴儿啼哭, 在这个孩子尚未降生之前, 便注定了将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那个时代有五姓七甲之分, 明门太原王室正是其中之一, 而他们往往只跟同等门第的望族联姻, 出身王室的王为母亲就是柏林崔氏, 因为母亲向佛的缘故, 王为的名语字, 摩羯, 连在一起便是唯摩羯, 在佛家里有洁净, 没有沉污之意, 朦胧中似给他画上了人生的底色, 王为的故事还在继续,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走进王为。 好的, 来, 这个稿件我们就先练到这儿了, 来, 现在来随便的抽两位同学, 我们来挑战一下这篇稿件, 好吧, 来, 那我们来说一下, 那我们先来抽一位同学呢, 就去读一下我们刚才的没有练习的第二段和第三段, 然后呢, 下一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练习最后两段, 好吧, 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要, 有想要上卖的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 有个绿色的加号申请上卖,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位叫做梦源星类的同学。 哈喽, 同学你好。 哈喽, 老师好。 好的, 来, 那我们把这个音乐打开啊, 直接从我们第二段话开始啊, 就读二三段就可以了, 好吧, 来, 准备好之后随时开始啊。 嗯, 五则天长安元年, 扑州的一所大宅礼, 所有人都在等着厂房里的一生, 婴儿啼哭, 在这个孩子尚未降生之前, 便注定了将拥有不平凡的人生, 那个时代有五姓七家之风, 宁门太远王氏正是其中之一, 而他们往往只跟同盟, 同等门帝的万族连烟, 出生王氏的王伟, 母亲就是柏林崔氏。 好的, 来说一下问题啊, 那整体来说啊, 这个普通话的一个整体来说, 语音面貌呢, 不是特别好啊, 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 这个舌头的一个灵活度有点欠缺, 还是我们要去, 老师给你去提几点小意见啊, 第一个, 我们下去的时候呢, 需要多去练一下口不操, 把这个舌头啊, 给他练得有力度一些, 每天做绕舌啊, 坚持做个五分钟左右, 好吧,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平翘舌音这块啊, 还是有一点小欠缺的, 下去呢, 找一些平翘舌音的字词, 我们对比着练习, 好吧, 这是在字音方面,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读稿件的时候呢, 容易脱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去跟读一下新闻啊, 新闻, 我们这个, 就找一个新闻联播的稿件啊, 跟上它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不要脱掉了, 好吧, 这是三个问题, 再改善一下就好了, 好吧, 嗯嗯, 好, 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先说到这儿啊, 拜拜, 好, 谢谢老师, 好, 刚才呢, 这位同学也是能够勇于表现自己, 其实就已经很棒了,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同学啊, 哎, 下一位同学呢, 这个名字我喜欢啊, 大白不白, 呵呵呵呵, 来看一下大白同学, 哈喽, 同学你好, 老师好, 听到吗, 哎, 可以听到, 可以听到, 来, 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最后两段话, 好吧, 来, 我把这个音乐打开, 我们随时准备开始啊, 好的, 因为母亲像, 让佛的缘故, 王维的名语字, 摩羯连在一起, 便是维摩羯连在佛家里有洁净, 没有尘乌之意, 朦胧中, 是给他画上了人生底色, 王维的故事还在继续,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走进王维, 好的, 来, 还是啊, 还是, 有点紧张了, 不要紧张啊,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去这个稿件的一个处理上啊, 感觉呢, 对于这个稿件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之后呢, 就会出现啊, 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因为母亲向佛的缘故, 王维的名语字摩羯啊, 稿件还是不熟, 我们下去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稿件再去熟练一下啊, 这是第一个小的要求, 然后呢, 第二点要求啊, 你的这个普通话的语音面貌, 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呢, 还是要去注意一下我们吐字发音, 再饱满一些, 就会更好了, 好吗, 这两点我们需要再去好好的练习, 把握一下, 好吧, 老师, 那个, 气息下沉, 除了发那个微乌,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气息下沉啊, 我们除了发微乌呢,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就比如说, 呃, 我们这个小腹用力收住, 然后呢, 哎, 吸气的感觉啊, 其实呢, 等到我们将来讲到新闻这块的时候呢, 还会去涉及到的, 好吧, 我们先来去通过发微乌来感受一下, 那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咳嗽, 对吧, 就比如说咳嗽的时候, 咳咳咳咳, 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小腹, 它是一个, 哎, 不断收缩收缩的一个过程, 来, 你可以尝试一下, 咳嗽吗, 咳嗽啊, 就是, 哎, 我们咳嗽的时候啊, 这个小腹是一前一后在那收缩的, 来体会一下, 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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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咳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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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咽, 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肚子是一鼓一鼓的吗, 呃, 能, 哎, 通过这个, 然后呢, 我们练习一下, 嘿, 嘿, 然后呢, 哎, 通过这种, 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声音向下沉的一个感觉, 好吧,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拜拜 老师拜拜 好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种历史类的电台 发现了很多同学呢 在读到这种类型电台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这种蹦字的情况 那蹦字的情况怎样去解决呢 我们下去的时候呢 可以去跟读一下 每天的这个新闻联播 对吧 新闻联播呢 他们在去播读的时候呢 整体来说啊 这个效果也好呀 哎 土字发音也好啊 还是非常标准的啊 值得大家去学习借鉴一下 好吧 来那我们这个稿件呢 就先说到这儿了 来下面呢 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稿件的练习啊 哎 下一个呢 就稍微的带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了 下一个啊 来看一下 大家千万别害怕啊 老师在这儿呢 这个会保护大家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悬疑惊悚类的 哎 有没有对于这种类型的电台感兴趣的呀 哎 我记得之前有位同学说啊 老师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类型的电台 哎 现在这位同学还在吗 来 我们来去感受一下啊 悬疑惊悚类的稿件 它在去呈现的时候啊 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来 现在呢 来去看一下这个稿件啊 来 那现在呢 大家啊 这个我们先不要去这个谈论它的一个技巧 我们先来听一下老师给大家去示范的 然后呢 感受一下 哎 不读到这个类型的电台 我们应该如何去呈现 好吧 准备啊 听众朋友们 晚上好 我是CC 欢迎来到午夜故事会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不远处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和旧的相比 新摩天轮显得大气辉煌 但是琉璃独爱那座旧的 她和往常一样买了票 投入闸内 选好了缆车入座 摩天轮缓缓地发动了 缆车慢慢升高 不远处 是那座崭新的摩天轮 缆车里坐着一对对甜蜜的情侣 灯火焦映 热闹非凡 老公 你看旧摩天轮的缆车里 好像有个女孩子 那座摩天轮早就废弃了 阿眠 你别乱说 男孩紧张地望向缆车外面 神色惊恐 突然 缆车内的灯熄灭了 男孩扭过头 回望了一眼 就摩天轮上的一部缆车内 身穿白裙的女孩 正默默凝望自己 琉璃的嘴角 露出一丝微笑 更多故事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 晚安 好的 来啊 这个呢 就是一个偏向于一个历史类的 这个什么呀 悬疑类的一个电台的感觉了 来 听完了刚才我们的这一段的一个小示范之后啊 来去感受一下 再去播读到这种类型的电台的时候 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啊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听过 就是比如说张震讲故事呀 或者说什么类型的 其他类型的这种恐怖类的电台 其实呢会发现啊 他除了我们在这里所说到的旁白也好 还有我们的角色呀 还有就是比如说背景音乐也好 他还会加入一些环境的渲染的 对吧 就比如说这个傍晚时分 我们就可以去呈现出来一些背景音乐 对吧 就比如说鸟叫声啊 这种汽车的声音呀 都是可以的 会发现呢 他可以去添加一些音效来去表达 这是第一点啊 我们在去呈现的时候呢 因为老师给大家去简单示范了一下 没有这个条件去添加一些音乐啊 这个话呢 我们后期的时候呢 是可以去添加的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呢 再去呈现到我们这个悬疑 惊悚类的电台的时候 首先要去注意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的呈现 对吧 诶 鬼吹灯啊 艾宝梁啊 会发现啊 他们在去播读的时候呢 诶 整体来说啊 他们是通过很多的手法来去描写的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呢 第一个啊 就是比如说他的音乐 是不是这个呢 其实就把这个环境的这个环境啊 他整体的一个感觉给渲染出来了 包括呢 来听一下第三个啊 对吧 这是第一步啊 我们怎样去拨好一个悬疑类的电台呢 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明确到一点 就是他是通过我们音乐 来去搭建一个场景的 对吧 搭建完场景之后 再去按照我们固定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播讲状态去播读 这是第一步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第二点 就是我们要去明确到的啊 音乐上的选择 对吧 音乐上 我们不能说啊 为了去追求一个特别恐怖的一个效果啊 就是随便添加一些啊 这种尖叫声 而是要配合我们的基调去营造一个意境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点啊 我们要去注意到 要配合基调创建意境 包括呢第二点啊 要去根据我们人物的心理来去进行一个描述啊 以及呢 衔接故事发展 矛盾冲突 还有高潮起落 就比如说在一些固定的场合下呢 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音效 音效的话呢 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来对他进行一个更好的呈现啊 这是我们的 这一步啊 添加一些音效 那其实呢 我们在第二节课的时候 也给大家去展示了一下 对吧 哎这个加上音效和不加音效啊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效果 那其实呢 我们平时所听到的一些 就比如说张震讲故事啊 更多的是按照一种广播剧的形式来去呈现的 那和我们的这个电台呢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所以说呢 我们根据他们的一个播讲状态呢 也是能够给我们做电台有一定的启发 我们再去做到电台的时候呢 哎并不是说哎 要必须一惊一乍的 才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 所听到的这样一块啊 不知道大家这个还有没有印象 就比如说 呃这个 这一段 对吧 这里的时候啊 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一点 我们不能说为了营造出来这个惊悚的感觉 而去一惊一乍 就比如说啊 突然一声闷响 懒车内的灯熄灭了啊 不能去这样去播读 来你们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我们这样不能这样去播读呀 哎前面啊 是一个非常安静 非常就是有一点点阴森森的感觉 然后呢 突然间啊 你就哎 这个画风一转 突然一声闷响 懒车内的灯熄灭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哎 刻意去营造出来这样的感觉呢 其实啊 也和我们整个节目的基调 它是相合的 对吧 我们现在啊 其实呢 再去播读到一些这个 呃 悬疑类的也好呀 恐怖类的也好 其实呢 我们最主要的 还是把它的一个氛围感给营造出来 现在呢 其实啊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关注过这种 悬疑呀 恐怖类的题材啊 我们等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都会把这个画风啊 整体给它圆回来的哈 所以说呢 我们不能说为了啊 给大家一种恐怖的感觉 来去一惊一乍的 就不太合适了 来这里能够理解吗 包括呢 我们再去播讲到整体的技巧的时候啊 哎 场景搭建 画面呈现 那旁白呢 要自然一些角色呢 要营造出来一个比较鲜明的感觉 包括呢 整体的悬念感要呈现出来 所以说简单去总结一下 并不是说把它播的多么的 哎 这个恐怖吓人就可以了 而是要让我们整体的内容 更加贴合于我们节目的本身 现在呢 其实啊 我们不是特别提倡啊 就是本来的声音多么的恐怖 而是通过我们场景呢 整体的搭建 来把它营造出来的 对吧 不是说啊 这个一惊一乍的就是好的 而是呢 要注意我们整体的一个悬念感 那怎样呈现出来这样的悬念感呢 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就来去分析一下这段话 再去读到我们这样一段稿件的时候啊 我们的声音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来 跟大家去总结一下啊 悬 以惊悚 来 我们再去播读的时候啊 整体来说技巧上 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的声音不能太实 声音太实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啊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不远处 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来 还能够体现出来阴森森的这种感觉吗 就感觉 我走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公路上 然后呢 周围都是荒草 我背后呢 吹来一阵阵的冷风 我们要营造出来这样的感觉 而不是说啊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这个氛围就不太对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 对啊 像在明亮的大太阳下面的 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声音呢 不能太实 加入一点虚声 这是第一步啊 加入一点虚声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哎 我们在描述一段场景的时候 这个讲述的感觉 一定要呈现出来啊 如果说我这个呆呆的 只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话呢 就不是这种恐怖的感觉了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是不是太奇怪了 一点这个恐怖的感觉都没有了 哎 所以说应该怎样去呈现呢 首先啊 我们来去分析一下这段稿件 对吧 哎 第一段呢 它是一个环境的描写 环境描写 怎样去呈现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 与世的起伏 包括呢 我们停连 众音的表达 对吧 不是这个机器复读机 而是一个真正的讲故事 来 怎样去呈现啊 来 首先呢 注意啊 我们要抓住重点 对吧 主角是谁呀 主角是琉璃 对吧 琉璃是主角啊 琉璃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 去了哪里呢 来在傍晚时分 然后呢 来到了公园里面 对吧 所以说呢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对吧 那怎样去把它读出来 一扬顿挫的感觉呀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 与世的一个起伏 对吧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我们就可以啊 通过这个声音的高 低 高来进行表达 对吧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怎么样呢 天空中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来 是不是到了这里的时候 雨速呢 要稍微的放慢一些了 天空中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来 是不是啊 这里就是一个 前面啊 只是交代一下我们时间呀 地点呀 我们的主角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啊 出现了一个环境的描述了 现在呢 天空中下着小雨 哎 下雨了 然后呢 并且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来 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雨速呢 稍微的放慢一些 显得有些荒凉 然后呢 又开始变化了一个场景啊 哎 不远处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和旧的相比 新摩天轮显得大气辉煌 来 我们往远看啊 远处呢 有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那和旧的相比啊 它是显得这个大气辉煌的感觉 但是 来 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 对吧 但是 琉璃独爱那座旧的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 每个人都应该是这种啊 看到一个新的之后呢 对于旧的来说啊 就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的喜欢了 对吧 但是啊 琉璃独爱那座旧的 这个时候是不是 它的一个悬念感 就可以稍微的去呈现出来了 琉璃独爱那座旧的 怎样去表达出来悬念感呢 我们就可以啊 让我们的声音更虚一些 对吧 独爱那座旧的 他和往常一样买了票 投入宅内 选好老师 这个琉璃是阿飘 不要吓人啊 突然间把我吓一跳 他和往常一样买了票 投入宅内 选好缆车入座 来 注意啊 这里呢 我们可以连贯起来表达 对吧 买了票 投入宅内 选好缆车入座 它是一个一连串的动作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我们就可以啊 就可以给他连贯起来表达 对吧 这是我们的这一块啊 这一块 好啊 我们就是简单去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播读的技巧嘛 对吧 来 那现在呢 跟上老师啊 我们来去体会一下 注意啊 它是一个场景的搭建 所以说呢 我们要抓住 他在搭建的时候呢 一些细枝末节来 带入到自己的情绪当中 对吧 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细节的一个描述啊 来 现在呢 跟上老师啊 我们来去跟着音乐 来去把握一下第一段话 好吧 准备啊 三二一开始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不远处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和旧的相比 新摩天轮显得大气辉煌 但是琉璃独爱那座旧的 她和往常一样买了票 投入闸内 选好缆车入座 对吧 其实啊 我们刚才有发现了没有 我们再去说到了 每一句话之后 我们要做到一个停顿 对吧 显得有些荒凉 这里呢 是一个描述 然后呢 不远处 又是一个描述 对吧 琉璃啊 独爱那座旧的 等到了下一句话 她和往常一样 买了票 投入闸内 选好缆车入座 又是一连串的动作描写 所以说呢 在老师啊 两个画红线的地方呢 我们要做到一个停顿 我们再去播读到悬疑类 惊悚类的这种稿件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一点 就是敢于停顿 来 不知道大家就是 能不能够理解这句话啊 为什么我们要做到一个敢于停顿的 因为啊 有的时候 相较于你真正的面对一个东西 反而你看不着的是更吓人的 对吧 就比如说你这个 哎 面前飞过来一只蟑螂 你可能说 哎 看到害怕一下 就过去了 哎 把它踩死就过去了 对吧 但是你面前出现了一只蟑螂 然后又消失了 我就问你啊 这个出现一只蟑螂让你害怕 还是说蟑螂出现了一下又消失了 让你害怕呀 来 同样是蟑螂 对吧 面前出现了一只 感觉哎 一下子踩死 就不害怕了 但是出现了又消失了 哎 你这个时候就开始担心了 哇塞 它会跑哪儿去啊 哎 这个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 哎 留白的感觉 一定要敢于留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意境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 好吧 出现又消失才是最害怕的 所以说呢 这个出现又消失 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到的留白 对吧 哎 告诉你 这儿可能有一点奇怪 但是呢 这个奇怪的地方还没发生 这个时候就开始提着一颗心了 对吧 来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段话 那来继续往后看啊 有没有同学想尝试来读一读呀 有没有同学来 就是想尝试来读一下我们的第二段话的 可以来扣一个一 好吗 如果说没有的话呢 我们来讲继续讲后面的内容了 有吗 有吗 有想来挑战一下的吗 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后面内容了 大家都比较胆小是吧 来我来看一下后面的内容啊 哎 格格想挑战一下是吗 那想要挑战的啊 赶紧来申请上卖啊 好 那其实啊 关于这种啊 悬疑也好呀 惊悚也好啊 其实啊 我现在呢 嗯 并不是说啊 就是一定会出现一些什么 真的恐怖的一些东西 才会让人吓人啊 现在呢更多的是讲究 我给你设置一些偏向于悬疑的一种小小小的这种 呃机关呀 按号呀 来把它呈现出来 这个才是最吓人的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格格同学来去挑战一下我们的第二段话 哈喽同学你好 好了 好的 来那我现在把音乐打开 我们跟着这个音乐来进行 好吧 就来说一下第二段话就可以了 好的 诶 怎么感觉听不清楚在说什么呀 喂 喂喂 诶 感觉声音有点响啊 感觉声音有点小 现在是我这边网不好 现在能听到吗 诶 现在是可以的 现在是可以的 来那我们再试一下吧 好吧 诶 好的 好的再来试一下 我现在都放到最大了 好 再来一下 嗯 晚晚时分 你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西北 显得有些光脸 不容不 一个战兴的摩千伦 和旧的相比 跟摩千伦显得 气辉煌 还是 无离的暗门和旧 它和往常一样 好的 这个 还是稍微的有一些 听不清楚啊 但是呢 大概听了一下 整体来说 讲述的感觉 还是有一点点的 不太够啊 就比如说 不远处 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啊 我们现在呢 有一点点端腔啊 不远处 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有点这个感觉了 我们下去呢 需要去练习一下自己 自然说话的感觉 好吗 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那怎样去练呢 我们可以啊 就是比如说 这个稿件 我们尝试脱稿 哎 把这个稿件熟练下来呢 脱稿 把这个稿件 给别人去转述一下 其实呢 就相当于一个 无稿剥读 好吗 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这块 来去增强一下 对 讲故事的感觉 再去强化一下就好了 好吧 好 那我们这个时间关系 就先说到这儿啊 拜拜 好啊 这个 哎 刚才呢 听了一下 格格同学的一个练习 那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啊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再去呈现的时候啊 需要去注意到一点 讲述的感觉 再去增强一下就好了 来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后面的话呢 其实啊 我们呃 这个 第三段话 其实呢 没有太大的难度 对吧 摩天轮缓缓发动了 缆车 慢慢升高 不远处 是那座崭新的摩天轮 摩天轮里 坐着一对对 甜蜜的情侣 灯火交映 热闹非凡 和我们的第一段话呢 其实来说啊 哎 这个还是比较相似的 但是呢 来往后看 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段对话 一个是这个女孩说的 老公 你看旧摩天轮里的缆车里 好像有个女孩子 对吧 女孩 她在说话的时候呢 其实 呃 她是一个偏向于 她啥也不知道 对吧 啥也不知道 然后呢 哎 她只是单纯的好奇 去说这段话啊 哎 你看啊 那个旧摩天轮里的缆车啊 有个女孩子 但是呢 这个男孩啊 就稍微的 有一点点小慌张了 那 那座摩天轮 早就废弃了 阿敏 你别乱说 她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呀 来 能够感受到 她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吗 哎 比较的紧张 比较的慌张 那座摩天轮 早就废弃了 你别乱说 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很慌 我的天哪 就是这种 做贼心虚的感觉啊 很慌 很怕 对吧 那座摩天轮 早就废弃了 什么样的感觉 早就废弃了 你 你别乱说 我们就可以啊 就是 你本来啊 这个 呃 正常说话的话呢 就是啊 那座摩天轮早就废弃了 你别乱说 但是呢 你心里一慌 你就会出现啊 这个土字不清 含糊不清 吞吞吐吐 啊阿明你你别乱说 对吧 就可以加上这样的效果 你你别乱说 啊 这样的感觉 来把它呈现出来 对吧 这块的话呢 等我们将来学到这个 决策飞音也好啊 还会去进行一个 具体的讲解的 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去体会一下 就可以了 然后呢 等到了再后面的时候啊 突然 缆车内的灯熄灭了 男孩扭过头 回望了一眼 来 这里呢 出现了 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突然缆车的灯熄灭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切记一点 我们不能说为了营造一个恐怖的情况 哎 我就是专门啊 突然缆车内的灯熄灭了 这有点奇怪了 对吧 我们在这里怎样去呈现呢 突然缆车内的灯熄灭了 来 注意首先第一点啊 突然缆车的灯熄灭了 我们要连贯起来说 这是第一点 包括呢 第二点啊 突然 要一下子收住 不能说啊 突然 对吧 这就有点奇怪了 要一下子收住啊 就像我们抓苍蝇一样啊 突然 缆车内的灯熄灭了 这个时候 继续 男孩扭过头 回望了一眼 来注意啊 一定要连起来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突然 缆车里的灯熄灭了 男孩扭过头 回望了一眼 就摩天轮上的 一座缆车里 坐着 身穿白裙的女孩 正 默默 凝望自己 来注意啊 这里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啊 就是前面 雨速快 等到了 后面的时候啊 回望了一眼 回望了一眼 发现什么呀 就摩天轮上的 一部缆车内 身穿白裙的女孩 正 默默 凝望自己 琉璃的嘴角 露出一丝微笑 对吧 一定要通过快慢的对比 来把它进行一个表达 好吗 这是我们在去呈现到 这段话的时候呢 需要去注意到的 然后呢 更多故事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 晚安 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再去说到了 这里的一个感觉啊 来 那脑补中 对吧 我们现在讲 讲这种 哈喽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 哈喽 稍等一下啊 哎 我发现这个 稍微的 怎么回事啊 哈喽 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了吗 啊 刚才这个麦克风啊 突然突然断了啊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好吧 来 那我们能够听到的话呢 来 我们再来去感受一下 来 这个的话呢 也不是要求大家 所有同学都掌握的 好吧 是因为啊 之前呢 有的同学 感觉这个比较有意思 想让老师去讲解讲解 了解一下 所以说呢 我们以了解为主 好吧 来 那现在呢 老师再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有兴趣的同学 跟上老师 跟读一下 好吧 这个感觉有点害怕的 那我们就稍微的等一等啊 我们下一个稿件呢 就不害怕了 好吧 来 一起去感受一下 听众朋友们 晚上好 我是CC 欢迎来到午夜故事会 傍晚时分 琉璃又来到了这座公园 天空下着小雨 游客稀少 显得有些荒凉 不远处 是一座崭新的摩天轮 和旧的相比 新摩天轮显得大气辉煌 但是 琉璃独爱那座旧的 她和往常一样 买了票 投入闸内 选好缆车入座 摩天轮缓缓发动了 缆车慢慢升高 不远处 是那座崭新的摩天轮 缆车里坐着 一对对甜蜜的情侣 灯火焦映 热闹非凡 老公 你看旧摩天轮里的缆车里 好像有个女孩子 那座摩天轮早就废弃了 阿眠 你别乱说 男孩紧张地望向 缆车外面 神色惊恐 突然 缆车内的灯熄灭了 男孩扭过头 回望了一眼 旧摩天轮上的 一部缆车内 身穿白裙的女孩 正默默凝望自己 琉璃的嘴角 露出一丝微笑 更多故事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 晚安 好的 这是一个悬疑惊悚类的 我们就先说到这了 好吧 来 这块呢 整体来说啊 我们还是简单了解一下 体会一下 如果说对于这块感兴趣的话呢 下去可以再去搜索搜索 相关的这种故事啊 来去自己练一练 好吧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类型啊 第三个类型的话呢 就到了 晚安安不了了 是吧 来啊 第三个类型 健康养生类 健康养生类啊 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都关注了这个养生这一块了 所以说呢 这种类型呢 也是蛮吃香的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健康养生类的稿件 又是啥样的 那现在呢 同样啊 老师给大家去简单示范一下 一边听老师的示范 我们一边感受播读的状态 或者说基调 好吧 养生糖 爱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糖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CC 中秋以来 气候油热渐寒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 口干舌燥 皮肤遭痒 眼睛干涩 红肿 酸痛的问题 每天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 越发感觉不适 第一眼药水 也只能暂时缓解 很快眼睛又变得干干的了 这是因为秋灶 容易带来人体的精液 眼睛的粘液 泪液分泌也会随之减少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由于眼泪 眼睛泪线的功能下降 泪液的分泌大大减少 容易诱发肝炎症 那么如何在秋天养护眼睛呢 首先 秋季多喝水 可降噪养阴 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也可以补充水分 其次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长时间注射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 保持充足的睡眠 和适当的运动 也能起到养护眼睛的作用 还可通过转动眼球 做眼保健操等方式 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 改善眼睛疲劳的症状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好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段 这一段话 养生类的电台 来 有没有发现 这种类型呢 要去呈现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的简单的 只要呢 把这个开头呀 结尾呀 加上 然后呢 中间内容呢 我们去找一段 偏向于养生类型的 这种性质 再给它读出来就可以了 整体来说啊 我们再去确定到 养生电台的时候呢 主要还是把握一个基调 对吧 来 那现在呢 我们来去分析一下 养生电台 我们是要按照一种 什么样的基调去读 艳改收到了 阳光健康明亮的声音 来 我们首先来去分析一下 它的受众是谁 来 再去评 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平时 哪些群体 比较喜欢 听这个养生节目呀 艳改收到了 中老年人 确实是一个群体 来 那我们现在 有年轻人 喜欢听这个 养生电台吗 或者说 咱们班上 年轻的同学们 你们平时有关注过 养生相关的话题吗 就不是说 这个冬天了 怎样去预寒 包括啊 我们这个 怎样去吃 能够让我们身体 更加健康 又或者说 我这个是 异胖体质 怎么吃 能够变成 异瘦体质 怎么吃 能够去水肿 那这些 那这些 是不是都可以算 算是养生的 一个话题呀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要去明确到一点 就是什么呀 现在 不光是中老年人 喜欢听这个养生节目 现在呢 年轻人也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说呢 我们 再去做到节目的时候呢 要去把握好一个 收听群体 对吧 中老年人 年轻人都蛮喜欢的 但是啊 可能说在内容的呈现上 不太一样 对吧 那年轻的朋友们呢 可能说更加关注一些 就比如说 健身呀 塑形呀 怎么样变瘦啊 等等 那中老年人的话呢 可能说关注的 就比如说 我们这个秋天来了 怎样去 这个防止啊 口干舌燥啊 等等这些症状 所以说呢 我们针对于 不同的受众群体 我们的内容 首先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这个是在选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一点 厌改说啊 想看看怎么增肥 这个那我确实不太了解 这一块啊 我倒知道怎么减肥 但是呢 也不一定特别准确 好吧 这是第一个啊 哎 要把握好一个受众 受众明确之后呢 我们要去注意好 我们播讲的一个状态了 来 如果说我是针对于 中老年群体 那我的整体的风格 和我针对的主要受众是年轻人 整体的风格是一样的吗 就比如说 哎 我们来对比一下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年轻人 我是一个年轻人 然后呢 我去收听到一个养生电台 入秋以来 气候游热渐寒 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口干舌燥 皮肤搔痒 眼睛干涩 红肿 酸痛的问题 如果说啊 我是一个年轻人 我再去收听到这种类型的节目的时候 我是不是会感觉 语速有点太慢了 包括呢 它的节奏呢 也是让人听起来感觉 有一点点昏昏欲睡的感觉 我们都知道 现在呢 我们都讲究一个快节奏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呢 容易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就是 哎 我听你这个节目啊 我这个三倍速 对吧 入秋以来 气候游热渐寒 所以说啊 我们针对于年轻人的时候呢 语速是不是要稍微的快一些了 对吧 入秋以来 气候游热渐寒 很多人可能会出现 口干舌燥 皮肤搔痒 眼睛干涩 红肿 酸痛的问题 每天面对电脑和手机的屏幕呢 也会愈发感觉到不适 第一眼要水 也只能暂时的缓解 对吧 所以说啊 针对于这两种群体 我们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老年人嘛 老年人可能说 他们的这个 整体来说啊 语速要慢一些 不然的话呢 他们听不清楚 对吧 所以说 哎 一定要去明确到一点啊 针对于这两种群体 我们的基调 不太一样 那老师呢 那老师呢 在这里啊 给大家去总结了一下 首先呢 针对于年轻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走这种活泼的风格 对吧 首先呢 节奏是很轻快的 哎 整体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感觉 那针对于中老年人啊 我们就可以走这种知性的风格 首先呢 第一个啊 语速要慢一些 舒缓一些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要给他们一种 沉稳的 可信的感觉 对吧 哎 不要让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 觉得 哎 年轻人啊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 还要多啊 所以说啊 哎 你说的不对 我说的才对 要避免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 那么应该怎样去呈现呢 就是你本身在说话的时候呢 哎 要把气息 尽可能的往下沉一些 给他们一种很沉稳 你说的话 就是真理的感觉 对吧 你要做到一个足够的自信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比如说 我们拿这句话来举例 养生堂 爱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堂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谁是谁 对吧 那如果说是按照活泼的风格来去表达 就是啊 养生堂 这个养生堂 爱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堂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CC 对吧 这是节奏偏向于很快的 然后呢 如果说是一个知性风的话 养生堂 爱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堂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CC 对吧 这是我们要去明确的啊 我们整体来说 它的一个基调 如何去把握 对吧 那除了这个基调之外呢 就 年轻人干什么都毛毛躁躁的 来 这是第一步啊 包括呢 第二点啊 我们在去这个播读的时候呢 整体来说要去抓住重点呀 有幸福力呀 严谨一些 亲和力强一些 然后呢 气沉丹田 虚实结合 来 那关于这个稿件啊 它整体来说比较长 所以说呢 我们不再一一给大家去 一句话 一句话去细讲了 只要把它说清楚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给大家去讲一下第二段话 好吧 那我们在课上呢 讲的这个类型啊 也好啊 基调也好啊 我们就按照这个 偏向于中老年朋友的这种知性风来去讲解啊 来 再去说到了这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呢 首先呢 第一点啊 就是我们要做到一点 就是 虚实结合来去表达 入秋以来 气候由热渐寒 很多人可能会感受到 口干舌燥 皮肤搔痒 眼睛干涩 红肿 酸痛的问题 对吧 我们要找到一种啊 抓住一种 虚实结合的感觉来去表达 这是第一步 对吧 这是第一步啊 来 那我们来去记录一下 而且呢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 一定要切记 不要端枪 对吧 养生堂 爱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堂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CC 不要端枪啊 不然的话呢 就就就就就 比如说啊 不要998 只要88 神奇要玩 带回家 就有点这个广告的感觉了 好吗 一定要切记 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啊 我们稍微的自然一些 自然说话的感觉啊 不要端枪 这点也是要大家去明确到的啊 第二点 不要端枪 自然说话 自然去交流 自然去分享就可以了 哎 就想象一下 你再跟别人去说啊 哎 我们到了秋天了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对吧 平时呢 多喝水 哎 这个低一点眼药水 就可以了 是吧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一段稿件啊 哎 入秋以来 气候由热渐寒 然后呢 怎么样呀 大家可能说会感受到 口干舌燥 皮肤搔痒 来 收到了这种词语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啊 通过这种高低起伏的一个变化 把它呈现出来 一阳顿错的感觉 对吧 眼睛 红肿 干涩啊 干涩 红肿 酸痛的问题 那每天呢 那每天呢 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 越发感觉不适了 低眼药水呢 也只能是暂时缓解 很快眼睛又变得干干的了 这是因为秋灶带走了人体的精液 眼睛的粘液 眼睛的粘液呀 泪液分泌呢 也会随之减少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由于眼睛内线的功能下降呢 泪液的分泌大大减少 容易有发肝炎症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段话 整体来说啊 这个健康养生类的电台 我们在去剥读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啊 一定要切记不要端枪啊 只要你自然说话 就可以来对它进行表达了 包括呢 养生电台呀 其实呢 对于大家来说 还是非常容易去上手的 因为呢 不管你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啊 什么样的一个声音条件呀 什么样的声音状况 都是可以来去剥读到 这种类型的 好吗 好啊 来那现在呢 老师来同样啊 带着大家 我们来去读一读 来去感受一下这块 好吧 我们就不去细讲了 那下一个类型 我们再细讲 好吧 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段话 准备 养生堂 爱养生 欢迎来到养生堂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CC 入秋以来 气候油热渐寒 很多人可能会感受到 口干舌燥 皮肤搔痒 眼睛干涩 红肿 酸痛的问题 每天面对电脑和手机屏幕 越发感觉不适 低眼药水 也只能是暂时缓解 很快眼睛又变得干干的了 这是因为秋燥 容易带走人体的精液 眼睛的粘液 泪液分泌也会随之减少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 由于眼睛泪线的功能下降 泪液的分泌大大减少 容易诱发肝炎症 那么如何在秋天养护眼睛呢 首先 秋季多喝水 可降噪养阴 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也可以补充水分 其次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避免长时间注射电脑 手机等电子产品 保持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 也能起到养护眼睛的作用 还可通过转动眼球 做眼保健操等方式 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 改善眼睛疲劳的症状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好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类型 健康养生类 整体来说呢 这个类型的话呢 我们在去呈现的时候呢 只要去把握好它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难度系数呢 不是特别高 来那现在呢 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啊 下一个类型的话呢 就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类型啊 情感故事类了 来那现在啊 同样啊 同样的啊 来感受一下 情感故事类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来那现在 因为这个稿线啊 可能说有点长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给给大家三十秒钟时间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我们我们的这段话 好吧 给大家三十秒钟时间啊 看完的同学 在我们公平区来扣一波数字一 那就表示你们看完了 好吗 来我们来一起去看一看稿件啊 看完之后来扣一波一 好 刚刚进入直播间的同学们 赶紧来看一下稿件 看完的话呢 来扣一波数字一 好吧 好 看稿件了 看完的话 来扣一波一 好 那现在啊 如果说没有看完的话呢 我们来跟上老师的这个节奏啊 老师先来给大家去示范一下啊 一边示范 我们再来一边去看一下稿件 好吧 大家怎么都不互动了呀 都不说话了 这么的高冷啊 怎么这么高冷啊 来我们来去感受一下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今天的你 过得还好吗 我是CC 欢迎来到 情感夜话 生活中 真的有好多藏在身边的浪漫 只可疑惑 却很难用言语描述出来 某天我下班路过某个巷子 刚好是夏日黄昏 我听到 不知道哪一家的窗户 传出来熟悉的歌曲 像是老旧磁带 在录音机里旋转 沙哑 而有年代感 我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透过树叶看夕阳 像是被揉碎的时光 明晃晃地 跌落到我的眼睛里 我深吸一口气 闻到空气中 夏日晚风的味道 在巷子口 有吹烟声器 那一刻 我突然间觉得 好浪漫 我不知道浪漫 具体来自于哪件事 可能是那首 我十几岁的时候 常听的歌 可能是恰到好处的 夕阳晚风 也可能是因为 今日的黄昏 比昨日的 更加迷人 我说不清楚那种感觉 很难用言语表达 我只知道 我的心里 咯噔一下 塌下去 软软的 一小块 这一刻 是浪漫 是人间烟火气里的诗意 是只可意会 而难以言说的美好 更多故事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 晚安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类型 偏向于一个情感类的一个小电台 那我们再去播读到这种情感类型的电台的时候 来 首先要去明确到一点 我们播读到情感类型的时候 并不是说所有的基调 都是特别悲伤 特别难顾的 我们要去正确的把握好一个基调 那么如何去确定一个基调呢 现在给大家去欣赏一下 我们在这里所给大家去找到的两个例子 来去把握一下 这两种基调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来去看一下第一个 你们来告诉 听完之后 你们来告诉 它的一个基调是一种偏向于什么的感觉 好吧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刷到我的视频 乖 我知道你很难 也很辛苦 但在我这里 你可以做你自己 我会陪着你 来 再来听一下第二个 你就做你自己吧 有点奇怪 也没有关系 和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 这个地球上有75亿人 你要相信 总有一个人 他能看懂你的奇怪 陪你一起 可可爱爱 加油 艳感说到了 第一个感觉磁性 第二个感觉有点感性 那其实呢 我们再去剥夺到这种 偏向于情感类型的电台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注意好 它的一个情感呢 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 我遇到了一些特别大的一个波折 什么失恋了 分手了 工作受到的压力了 并不是说所有的情感电台都是这样的类型 那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一些比较偏向于积极的正能量的感觉啊 那我们刚才呢 所听到的第一个 它其实呢 就是带有一点点啊 就是有一点点小忧伤的感觉 而第二个的话呢 它是偏向于一个积极正能量向上的感觉的 所以说呢 怎样去把握好这一点 怎样去确定好一个基调呢 其实啊 我们就要根据稿件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文本本身来去确定 对吧 这个稿件里面 它是一个比较开心的话题呢 还是一个比较难过的话题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来 那现在呢 你们来确定一下 刚才我们给大家去呈现的这段话啊 它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第一种啊 非常的难过的 带有点小 小难过的感觉啊 小阴谋的感觉 还是说第二种啊 偏向于一个积极正能量向上的感觉 来 你们来告诉我是第一种 还是第二种呢 第二种会偏多一些 对吧 稍微的带有了一点点的积极正能量向上的感觉 但是 一定要去注意到一点啊 不是我们啊 这个顺平所说到的高亢 和高亢也不太沾边啊 我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透过树叶看夕阳 奇怪吗 我就问你们奇不奇怪 是不是太奇怪了 来 一定要去注意到一点啊 我们把握好这个基调之后 这是第一步啊 把握好基调之后 第二步 要根据我们的音乐 来去调整状态 那刚才呢 给大家去呈现出来的这段音乐啊 首先呢 它是一段轻音乐 对吧 而且呢 比较的舒缓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情感电台 它的整体的音乐背景呢 都是比较舒缓的 并且呢 不能盖住人声 不能选择律动感很强的音乐 所以说呢 在播读的时候呢 也要去稍微的去注意一下 把握一下 就比如说 对吧 语速 放慢一些 包括呢 口腔状态积极啊 虚实结合的感觉 以及第三个 避免端腔 是一个真情实感的表达 这是我们的 三步骤啊 三个步骤 不能高靠啊 不能高靠 那就比如说 我们来去练习一下 我们整体的这段话 我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来 这块 这块是不是一段 场景的 景色的一个描写啊 就比如说 动作描写 景色描写 对吧 他抬头看到了 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那我们再去呈现 稿件的时候呢 要善于把他的动词 给抓住 那老师呢 在这里就把动词 给他 标注出来了 我抬头 来 猜一猜 我们在说到了这个 抬头的时候 我们的语式啊 它是一种 向上的感觉 还是向下的感觉 我抬头 还是我抬头 刚好看到 哪种感觉会好一些呢 来 情景在线的表达 我们是不是尽可能的 把自己融入到 那个景色当中 对吧 我走在一个巷子里面 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对吧 我抬头 语式是上扬的 对吧 这是第一步啊 我们抬起头来的感觉 看到了树枝啊 从另一边 说到了另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字符 稍微拉开一些 探头探脑的啊 包括呢 透过树叶看夕阳 哎 像怎么样呀 像是被揉碎的时光 跌落到我的眼睛里 跌落 其实呢 也可以做一个下降处理 对吧 我深吸一口气 深吸的时候 也可以把字符 拉开一些 对吧 然后呢 闻到了空气中 夏日晚风的味道 在巷子口 有吹烟生起 来 升起 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 升起来了 这是一段 景物描写啊 我们再去呈现到 这一段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情景在线的一个运用 好吧 这是我们的这一段话啊 整体来说呢 这段话的话呢 呃 是我们全篇当中啊 需要大家去着重练习的 为啥呢 因为啊 它是一段景物描写 那我们再去描写到 一段景物的时候 描述到一段景物的时候 如果说 我只是单纯的读字 我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没有画面感 只会让你的这个节目啊 没有真实性 很单调 对吧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啊 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去练习一下这段话 来去感受一下 它的整体的感觉 好吧 来准备啊 三二一 开始 我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透过树叶看夕阳 像是被揉碎的时光 明晃晃的 跌落到我的眼睛里 我深吸一口气 闻到空气中 夏日晚风的味道 在巷子口 有吹烟生气 好的 来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段话啊 来 想问问大家 有没有同学想要 来挑战一下 我们的这段话的 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 绿色的加号 我们一起来申请一下上麦 来挑战一下 我们的这句话 好吧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全篇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了 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 就是把它的一个 画面感 讲述出来 来 我看到了 鱼二是第一个申请的 来看一下鱼二同学 哈喽 同学你好 你好 你好老师 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的 来 那我们来挑战一下吧 我抬头 刚好看到 树枝虫 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透过树叶 看夕阳 像是被揉睡的时光 明晃晃的 跌落到 我的眼睛里 我深吸一口气 闻到空气中 夏日晚风的味道 在巷子口 吹烟升起 好 来说一下问题啊 那你再去呈现到 这段话的时候呢 我们的声音太实了 声音太实之后呢 有点啊 有点生硬了啊 我们可以把声音 再往虚走一些啊 就想象一下 你在跟别人说悄悄话 我抬头 刚好看到 树枝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加入一些虚声来试一下 来就从我抬头 到这个探头探脑 加入虚声来试一下 我抬头 刚好看到 树枝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哎 这个探头探脑 说得非常好啊 但是呢 前面的段句有点小问题 哎 我抬头 刚好看到 树枝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断句再呈现一下 哎 首先呢 是我抬头 这样一个动作 刚好看到树枝 怎么样了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的感觉 来试一下 我抬头 刚好看到 来声音虚一些 声音虚一些 我抬头 我抬头刚好 探脑 等我重说一下 我抬头 刚好看到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好 这边就好了很多啊 然后呢 注意啊 语言呢 再连贯一些 其实就更好了 然后来试一下 下一句话 透过树叶看夕阳 像是被揉碎的时光 明晃晃的 跌落到我的眼睛里 透过树叶看夕阳 像是被揉碎的时光 明晃晃的 跌落到我的眼睛里 好啊 诶 整体来说啊 这段话的话呢 我们声音如果说 能够再稍微的 再虚一点点 其实呢 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 那整体的 断句方面呢 也是稍微的 要去注意一下的 好吧 下去的时候呢 再好好地练习一下 我们的断句 停联 好吧 好的 谢谢老师啊 好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拜拜 拜拜 好啊 我发现啊 咱们班上的同学们啊 再去处理到一些停联呀 呃 这个断句上啊 还是会稍微的 有一些小问题的 那所以说呢 老师来带着大家 我们来去分析一下 我们这段话 怎样去断句 好吧 首先来去看一下 第一段话啊 最近的你 这个今天的你 过得还好吗 我是CC 欢迎来到情感夜话 对吧 首先呢啊 今天的你怎么样呀 过得还好吗 与世上扬 我是CC 我们在说到了 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包括呢 节目的名字的时候啊 可以把我们的重音 给它抓住 然后呢 与世呢 是一个向上扬的一个与世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来 那现在呢 来继续往后看啊 生活中 真的有好多 藏在身边的浪漫 只可意会 却很难用言语 描述出来 来 这句话有点长 你们来告诉我 在哪儿挺比较合适呀 首先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啊 生活中 怎么样呢 有好多藏在身边的浪漫 哎 这个时候呢 又开始了 只可意会 却很难用言语描述出来 就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对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连贯起来 只可意会 却很难用言语描述出来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句 那某天 我下班路过某个巷子 刚好是夏日黄昏 我听到 不知道哪一家的窗户 传出来熟悉的歌曲 像是老旧磁带 在录音机里旋转 沙哑 而有年代感 哎 大家怎么一个的都不说话呀 大家要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啊 不然的话呢 就变成老师干讲了 好吧 来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一段话 整体来说 我们的这个停顿呢 一定要结合你本来的一个语言习惯呀 包括呢 我们的语感来去进行 好吧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第二段话 被迷住了 不要说这种土味情话 来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话 整体来说 会发现呢 这段话呢 它相较于下一段话来说的话呢 它是一个场景的一个铺垫啊 老师今天没戴眼镜啊 没戴眼镜怎么了 没戴眼镜看不清大家发的弹幕吗 好 这是啊 这是我们的第二段话 那包括呢 第三段话 刚才我们已经有说过了 抬头看到了 哎 哪里哪里 闻到了什么什么 这个的话呢 整体来说 它是描述了 它在下班的时候 它的一段经历 哎 所以说啊 再去说到了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要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表达了 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好浪漫 哎 很浪漫的感觉 出现了啊 咱班上都喜欢潜水是吧 哎 好浪漫 不知道浪漫具体来自于哪件事 可能是啊 十几岁的时候常听的歌 又可能是恰到好处的夕阳晚风 也可能是因为啊 今日的黄昏 比昨日的更加迷人 然后就开始了 我说不清楚那种感觉 很难用言语表达 哎 我只知道啊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来 咯噔 咯噔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哎 是这种啊 我只知道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哎 扔炸弹啊 扔炸弹的感觉 还是说呢 哎 小小的悸动了一下呀 我只知道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它下去软软的一小块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是这个志勇同学所说到的啊 扔炸弹的感觉 还是说 小小的起了一丢丢的波栏啊 就像一个平静的湖面 突然吹过一阵微风 掀起了一点点的波浪 什么样的感觉比较的合适呢 我只知道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它下去软软的一小块 对吧 内心起了连衣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吧 软软的一小块 哎 开始啊 整篇搞见它的基调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软软的 轻轻的 这样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一刻是浪漫 是人间烟火气里的诗意 是只可意会 而难以言说的美好 对吧 然后呢 等到了最后啊 更多故事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 晚安 好啊 来 我们要去注意到啊 来 总结一下我们的这 整个一段文字 除了刚才老师给大家去标注到的 我们的停顿之外啊 我们一定要去学会敢于停顿啊 刚才呢 我们再去讲到恐怖类的故事的时候呢 其实也说过了 一定要敢于停顿 停顿呢 在我们稿件当中叫做留白 哎 通过留白能够更好的营造出来 我们想要的一个氛围感 第二点呢 就是啊 我们留白的同时呢 还要去抓住我们的一个声音 那个状态 对吧 虚实结合的状态 声音呢 要柔一些 不能太过于的实 太实的话呢 没有这种氛围感啊 生活中真的有好多藏在身边的浪漫 太实 我们其实呢 就不太符合这个晚上播出的一个节目了 对吧 晚上我们播出这样的节目是催眠的 对吧 你要让大家听完你的节目之后啊 就感觉我好困啊 我想睡觉了 对吧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说呢 我们在读到这种情感类的故事的时候呢 还是要找到一种啊 比较偏向于轻柔啊 这种感觉就比较可以了 好吧 来那现在呢 对啊 忽悠大家睡觉的感觉啊 来 那么现在呢 跟上老师的节奏啊 我们再来完整的把这一段文稿 来去表达一下 好吧 来找一找 声音比较轻的 比较柔的 我们把这个声音的放松一些 好吧 来 那我们现在呢 一起来去体会一下 准备啊 三 二 一 开始 今天的你 过得还好吗 我是CC 欢迎来到 情感夜话 生活中 真的有好多藏在身边的浪漫 只可意会 却很难用言语描述出来 某天 我下班路过某个巷子 刚好是夏日黄昏 我听到 不知道哪一家的窗户 传出来熟悉的歌曲 像是老旧磁带 在录音机里旋转 沙哑 而有年代感 我抬头 刚好看到 树枝 从巷子的另一边 越过矮墙 探头探脑 透过树叶看夕阳 像是被揉碎的时光 明晃晃的 跌落到我的眼睛里 我深吸一口气 闻到空气中 夏日晚风的味道 在巷子口 有吹烟生气 那一刻 我突然间觉得 好浪漫 我不知道 浪漫 具体来自于哪件事 可能是那首 我十几岁的时候 常听的歌 可能是恰到好处的 夕阳晚风 也可能是因为 今日的黄昏 比昨日的 更加迷人 我说不清楚 那种感觉 很难用言语表达 我只知道 我的心里 咯噔一下 塌下去 软软的一小块 这一刻是浪漫 是人间烟火气里的诗意 是只可意会 而难以言说的美好 更多故事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 晚安 好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类型的稿件了 偏向于情感类型的稿件 来 那关于我们今天 所讲到的内容 其实简单来去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去呈现到了 四个不同的稿件 分别是 首先呢 第一个 历史 科普类 那关于这个历史 科普类的话呢 我们要去注意到一点 就是我们在去 策划的时候 要注意抓住重点 对吧 要分成很多期啊 来去设置我们的主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中华文化上下好几千年呢 我们这么长的一段历史 是不可能啊 通过你简单的十分钟 给它介绍清楚的 所以说呢 我们再去呈现的时候呢 要抓住重点 分成好多期来去介绍主题 对吧 就不说呢 我们再去介绍 王维的生平的时候 你就可以啊 首先第一步啊 我们去介绍一下 王维他的一个家庭环境 然后呢 第二步呢 去介绍一下 他的一个成长经历 然后呢 再去介绍一下 他的一些不同时期的 一个人生体验 对吧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第一点啊 再去呈现到内容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这些来去设置 包括呢 再去播读的时候呢 胸腔共鸣的感觉 要找出来 怎么样去找到 胸腔共鸣的感觉呢 发微乌 并且呢 语速放慢 那老师呢 同样也说过了 历史科普的话呢 它适合于一些 就比如说 声音偏向于 比较的低沉的啊 然后呢 声音能够做到一个 很沉滚的感觉去做 这种的话呢 比较的适合 那这是第一个 包括呢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悬疑 惊悚类的啊 就是一个偏向于 恐怖故事的感觉 然后呢 再去播读到 这个类型的电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啊 在此基础之上 加入一些虚声 对吧 加入虚声之后呢 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呀 更加有这个意境了 对吧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是要去做到一个 讲述的感觉 讲故事的感觉 而不是我们照着稿子 读的感觉 尤其是悬疑类的故事啊 它不像我们历史类的一样啊 历史类的话呢 你稍微的端一点 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呢 你在给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呢 和你照着稿子 读故事的时候 我们的语言状态 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找到一种 讲故事的感觉 对吧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要去敢于停顿 停顿呢 在我们的稿件当中呢 其实也就是指的留白 对吧 通过留白呢 能够让大家 诶 想入翩翩的 就像啊 我们面前 这个出现了一只大蟑螂 和这个大蟑螂啊 出现了一下 又消失了 哪个感觉更吓人呢 肯定是啊 诶 我们看不见 但是呢 知道它存在 才是更吓人的 对吧 所以说呢 留白的艺术呢 也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呢 在去读到一个类型的时候呢 诶 读到了 某一块 诶 我们稍微的停顿一下 来找到一种留白的感觉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类型 包括呢 第三个类型的话呢 我们是说到了养生电台 养生电台呢 我们着重去分析到了 面对不同的受众 我们是怎样去说话的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的受众 是中老年人 我们就可以走到一种啊 偏向于知性风的感觉 来让大家觉得 我说话是切实可信的 那面对年轻人的时候呢 我们要抓住他们啊 偏向于很活泼 然后呢 追求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心理 我们语速呢 要稍微的加快一些 然后呢 来对他进行呈现 对吧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类型 那包括呢 第四个类型啊 情感故事类 那我们在讲到情感故事类的时候呢 着重带着大家来去分析啊 我们的这个语言表达的技巧 一定要去注意到啊 语速要稍微的慢一些 除此之外呢 就是我们的声音呢 要做到一个虚实结合的感觉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情感电台最主要的就是 把它的虚实结合给找到 这样的话呢 才会给到大家一种啊 就是很催眠啊 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就想睡觉的感觉一样啊 这个呢 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今天的课上呢 我们也是花费了一些时间 来去讲到了这四个类型 好的 那关于今天的课程内容啊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老师现在呢 给大家一些答疑的时间 好吧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平区来提问啊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是看回放的同学 我们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来 那在直播间的同学们啊 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 老师再来给大家一些时间 我们来进行一个答疑 好吧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这节课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吧 来 还有问题吗 咱们这个 怎么这么高冷啊 都一个两个的都不说话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吧 晚安 好梦啊 听睡着了什么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 下周再见啊 拜拜 拜拜啦 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